北投跟淡水一直是我一直以來很喜歡的地方 在雙北來說都算是小鎮風情特別濃厚的地方 這一次我又一集吃了五間北投關渡的名單 有些是以前愛吃的 有些是存了好久而還沒吃過的 更還有觀眾推薦及網路評價很高的喔 跟著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先吃啦 因為很燙啊 秋泰不是一毛舌頭 然後這個是這間滿漢額肉拉麵 然後你看它真的是拉麵的樣子 它裡面就是拉麵 它的麵看起來很厲害耶 對啊 然後其實也蠻多人推薦給我這一間 啊我這一間我也知道滿久了 但是每次都跑去吃別的對不對 我先喝喝看呢 哇它的份量很多 它的麵非常非常多 我覺得哇應該是一個人吃 應該就可以直接這一碗就點的滿飽的 而且它就是拉麵的麵條這樣子 然後我剛剛喝了它的湯 它它就是那種好喝的那種台式拉麵的湯喔 就是醬油形 醬油拉麵這樣子 然後它裡面有很多這個海帶 對所以它裡面就濃濃的味道 其實跟我們那個北投很有名的那個拉麵 滿來其實蠻類似的 就是湯底啊跟是蠻類似的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會喜歡那個這個應該也會喜歡 然後裡面還有半顆那個蛋 然後你看它這個就是它鵝肉的拉麵就是它裡面有附這個鵝肉 這個鵝肉我剛沒有想到會是另外切盤放在外面的 我以為會是在湯裡面 對應該本來是在湯裡面 我不知道可是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這樣子配置很好 而且我跟你講我現在已經聞到濃濃的那個 酒味 哨心味道這樣子好香喔 我先吃一塊這個好了 好 你如果很喜歡那種哨心的味道很 會很喜歡 我覺得它這個鹽滷水啊很香耶 對啊然後鹹味蠻夠 所以你去配飯的話 你應該會蠻喜歡 而且是會把那種飯啊 的甜味滲透出來那一種 是不是有一種滿來的既視感 對 回憶湧上來 它的麵非常有彈性好好吃喔 就是我們平常在外面吃的那種拉麵的麵條 酒台來嘗試一個排骨 這排骨也算是蠻厚的 看起來是厲害的 對對對 喔 我們放那麼久了還會脆耶 對啊它的排骨也是好吃的 然後我看到很多人都聽說 欸你好像也可以吃點排骨拉麵之類的 對那種也有排骨炒飯 頂泰峰配置這樣 它的排骨真的蠻有那種 就是很高端的排骨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第一次來 它的鵝肉真的是不能錯過 對我跟妳講 我覺得要多一點蝙蝠椰 這個鵝肉是真的很好吃的鵝肉 然後非常的 它的熟度非常的剛好 因為有一些鵝肉過熟的話 它會乾彩 它不會它 煮到就是有點 像酥肥的感覺 對就粉嫩粉嫩的 對然後它的調味很香很好吃 尤其是那個紹興的味道真的很棒 剛看那個價格是有一點點不是那麼清明的感覺 可是來的時候哇這麼大一碗 整一個碗 然後那個鵝肉也不小盤喔 然後一人份的話我覺得這樣子是非常滿足的 對所以這個我覺得算是可理的價格真的 然後這個叫什麼 麻辣魚皮 這個魚皮好吃喔 它的小菜非常的出色 其實如果我們自己本身比較喜歡吃日式拉麵 就覺得拉麵的湯頭都有來說比較還好 可是我覺得它其他的東西是厲害的 這個魚皮滑到 我用筷子真的是夾不起來 所以需要一支小湯匙去輔助 對而且那個餃子感很重 我剛剛已經有吃了 然後調味也是非常的清明這樣 它有辣喔 可是麻比較多 然後很香 非常香 不會讓你覺得辣到吃不下這樣子 它配的是九層塔跟肉汁 對 這個我喜歡 這個我喜歡 非常要花 對 這一定要加九層塔 很神奇 這個下去那個香味層次完全就不一樣了 好吃好吃 最後這一個叫做海藻醋 我們秋太子最喜歡吃這種東西 我們吃吃看好瓜 還沒飯開 你看它裡面有非常多的薑末 然後配一些小黃瓜來吃吃看 對它小黃瓜切的還滿大片的 感覺很清爽 我覺得小菜我應該滿有信心 因為剛剛吃的那一個 嗯 哇 它很酸耶 可是它如果配那種很油膩的東西的話 超解的對不對 嗯 是解膩喔 這家就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台式拉麵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一定要搭配上耳肉一起吃 然後呢 這個小菜都非常厲害 但是我們自己私心喜歡的就是這個麻辣魚皮 超好吃的 那個魚皮非常有膠質感 然後吃到後面的時候那個韋韋也有中藥香喔 然後再搭配上那個九神塔 超棒的 好我們去下一張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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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們又來吃麵線啊 其實我很討厭拍麵線 因為拍麵線啊 每次就會仇恨子超滿 一堆人說 哇那間怎麼樣啊 那間觀光客 像我上次去三重啊 吃了兩間麵線啊 就會有人說 啊這個觀光客在吃 拜託你別傻了 三重是沒有觀光客了好嗎 就是每次吃麵線就會瘋狂被指教這樣 我每次麵線 就每一個人都是告訴我說 欸這是他最好吃的一家 然後呢 去的這一家就會有人跟他說 這一間哪裡最好吃 所以都很好吃都是最好吃的 每個人口味不一樣好不好 我們大家不要這麼認真啦 我們都抱著一個分享心態 然後我們賣 比較能吃到真的就是你想像以外的食物嘛 對阿這個的話就是我看它是 我喜歡那個豐富的料 有一些人比較瞧不起就是豐富的料 但是我覺得它這麵線的部分啊 不正統就對了 對那我覺得各有所好啦 然後像上面這個就是 它的顏色比較淺一點 可是它的味道我覺得還蠻夠的 就是屬於很多種那種 柴魚的味道非常的濃 欸我好像常常講那樣子 其實真的很多家就是 好吃的就是這樣啊 下很多 對有些人可能不喜歡吃柴魚的味道這樣 好我們秀太已經吃了沒那麼燙了 對這個麵線很不錯欸 就是剛剛 因為我雞排點辣的 所以老闆可能覺得我沒有吃辣 所以那個麵線就直接給我加辣 但是我可以接受 它的辣還蠻香的 然後重點是 這一碗的料很奇怪 它有常見的蚵仔 然後進來還有海瓜籽 對 所以它是 就雖然說這種 這種備類的東西吃起來口感差不多 可是海瓜籽比較 結實扎實一點 然後裡面還有這個 這個是捲類 中捲之類的東西 對其實我們在吃這個就是 比較海陸系列的那個麵線的話 最怕就是 它的海鮮會有腥味這樣子 其實它的海鮮弄得還蠻 很好 對新鮮的 它的麵線的湯口也非常搭 它軟是蠻新鮮的欸 就是 是結實的 但是不是那種會咬不斷的 也不是說纖維很粗的那一種 對它看起來就是 它裡面的東西就是 新鮮的 有光澤度 對 其實我是會 看到有人的那個麵線 裡面有放雞排 覺得很特別 所以想來吃 結果它其實也是分開來 不過有些人就把它 直接泡在麵線裡面吃 我們吃看看雞排 看起來是 很好吃的那種雞排 這個雞排很強欸 很喜歡欸 看起來就非常juicy 真的欸 而且我跟你講 哇 超脆對不對 我剛剛一插下去的時候 就已經感覺到那個脆了 等一下你收個音給大家聽一下 你收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超脆的 而且它的炸品有一點甜甜的那個味道 這個炸品真的超脆 然後肉非常的紮實 欸這個雞排很厲害欸 吃一看吃一看 你剛剛已經吃了啊 它雞排裡面算多汁 而且肉非常的飽 它的辣粉 非常香 有一點辣 可是真的非常香 對 然後它的那個胡椒鹽 好像有一甜點 有一甜點不太一樣喔 尤其是梅子粉還什麼的味道啊 我覺得是好吃的比較粉 欸這個雞排是很可以特地來吃的 小小的說一下這一間啦 這一間的麵線還算不錯 但是我覺得這種東西 真的太看個人了 然後可是我覺得它的雞排 算是我吃到裡面 很多雞排裡面算是還蠻厲害 而且你中午就能夠吃到雞排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還是這一種皮的雞排 脆皮的 它的辣啊 不是那種辣到受不了的辣 只是說會有點嗆 然後像我自己的體質是 只要一辣就會一直渴一直渴 我就比較沒辦法吃這樣 怕辣的你要小心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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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開始來 先來拌一個麵 我最喜歡吃他們家的乾麵啊 這個是以前啊 也是賴老師 因為賴老師的地盤 然後這邊 就是他帶我來吃 然後我試一次 哇覺得他的小菜太好吃了 因為我們之前都沒有來拍 但是因為他每次中午都爆滿 我們現在比較接近晚人來的話 東西比較少 他也很早就休息了 一點半就休息了 對對對 所以我們有時候都一點半才能吃飯 對啊 好吃的就是乾麵啊 先來吃吃看 你好像第一次吃了 欸我好像以前有帶過你來吃過 有辣 很喜歡 那時候我們兩個都超喜歡 最喜歡他的小菜 你看他這個 等一下再來講 這個腸子真的很好吃 對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衣服又不一樣 因為我們又是另外一天在一起拍的 你看喔他大碗的喔 他可以分成兩碗小碗 這看起來就是一個碗整的啊 對對對 我們點的是大碗的 好 我們來吃這個麵啦 我已經吃了好幾口了 我跟你講 他這個麵好吃的地方是在於 我們平常在吃到這個時候呢 你會覺得 欸有一些是太鹹了 有一些是屬於那種 你看起來好像東西很多 你會吃下去沒吃沒味 可是他不是 他是會讓你覺得很過癮 很像在吃滷肉飯的那種過癮 對不對 那有時候我們吃一些 貼仔麵的時候 你就吃下去 感覺就只有麵的味道 沒有這些 滷肉好像是跟他分離的 可是他整個這樣子調和起來 那個鹹度就非常剛好 然後我特別喜歡他這個油麵 因為他油麵 第一個超燙 就是喜歡燙的人 雖然說吃燙不太好 可是他就會很燙這樣子 然後Q度也很好 他這個油麵我覺得特別好吃 那被我吃掉很多 他其實給的肉燥非常的多 然後我覺得 就是他的肉燥雖然多 但是不會給你太鹹這樣 不會死鹹 對不是死鹹的 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最推進就是他的乾麵 如果你判評論的話 大家都是吃他的乾麵 對他的油香非常的香 真的真的 我剛剛都忘記是乾麵 我還想說切仔麵還切仔麵 現在姓子還在想切仔麵 其實乾麵是最出色的 好我們先來吃一下這個 生腸 對他的小菜很出色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他從裡面有蒜碎 對 然後很大顆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醬的很好吃 我先講這個好了 他那個生腸的顏色就知道了 看起來就是這樣很乾淨很漂亮 然後這東西一定不會差的 果然就是我剛剛已經吃了 他新鮮度非常的好 然後吃起來就是有點脆口這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你看他的生腸非常的乾淨 其實我第一次被他驚豔到的是他的小菜 就是那時候第一次吃啊 然後那時候賴老師帶我來吃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這間小菜太厲害了 然後原本我都很喜歡吃那種滷過的 黑黑的那一種 對不對就是醬的滷過 可是呢後來吃過他這一間的生的之後 我就本來喜歡吃這種白白的 然後滷過的我反而比較沒那麼喜歡 他的生腸裡面這個地方QQ的 外面又有點脆脆的 橙橙的豐富 對很喜歡他這種白肉系列這樣 對看這個 就黑白切滿有黑跟白這樣子 對對對 試一下這個 這個也好吃 他看起來紋理很分明 對 他那個筋的 他的東西就是這些白肉的東西 我覺得特別新鮮 很有咬勁 然後一般我很怕吃這些白肉 因為很常會知道有豬腥味的 他的不會他的不會 完全沒有 真的 這個是瘦肉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這個中間啊 可以吃得到他那個筋的 有一點點膠質感 然後他的瘦肉不慘喔 簡單說他的黑白切啊 處理得很好這樣子 我覺得他的醬油是很出色的 可是他的靈魂 你看我一直要沾他的醬油 對 而且我跟你講你再加一點點 這個蒜脆吃下去 真的是爽到爆炸 你看 喜歡 因為他的豬皮很新喔 很有咬勁 然後你那個牙齒這樣咬下去 會感覺有點陷在裡面 然後被拉起來 就有點膠著 有點黏度這樣子 對 他膠質滿夠的 會黏牙齒的那一種 你看他顏色這樣黑黑的 可是吃起來不怎麼鹹耶 你吃得完也可以 完全不用配東西 很舒服啦 因為有些豬皮吃起來 會有一點點那種腥味 它的汁沒有 它的小菜真的是非常的豐富 然後真的是加一點蒜脆之後啊 那個整個口感都有升級啊 簡而言之啊 如果你來這邊沒有點小菜 真的就是一種損失啊 看現在這樣子喔 其實是快要收攤了 如果你中午的時候來的話 所以你早上的時候來 絕對是要排隊的 然後找不到位置 掰掰 謝謝 哇我們進來了 他正在壓這個餅皮耶 我們今天點的是這個塔香的餅皮 拍這個 為什麼要拍這個呢 因為我們今天點九層塔 老闆現撿 太酷了吧 不是現做而已喔 連九層塔都現摘 還現撿 最新鮮的 不好保存 直接就中了 不好保存 點了我們才撿到 點了然後才撿下來 最新鮮的 喔 太酷了 那我剛剛綠一綠的餅 現在已經變成 有點金黃色配一點黑黑的那種 酥皮 然後這樣黃黃的 顏色很漂亮耶 金黃焦香啊 會不會講話 對 黑黑的 不好意思 我本人不太會形容食物 你看然後剛剛那一顆 就是胚芽的那個 韭菜盒 韭菜盒 我最近常常就是 葬雞 為了食用方便 請老闆先幫我們切一切 這是觀眾推薦給我說 一定要吃他的韭菜盒啊 開始沖抓 要夾我的蛋 它那個九層塔剛摘下來的顏色 真的好像有特別的不一樣 特別的翠綠 對 彷彿來到的森林一樣 可以試試看自己不一樣 好 好啦這件就是上次觀眾有推薦給我們的我想說欸來吃吃看 認真看起來超強的 認真很特別耶 這些東西它這個好像都是用胚芽 米是不是 小麥 對我剛剛講錯了 看起來很酥喔 超好吃 怎麼樣 我跟你講它這裡面有麥香 然後又有那種九層塔的清香 你仿佛在吃那種青醬玉大利麵的那種感覺 把那個青醬揉進去 雖然說青醬是羅勒啦 這是九層塔 可是就是有那樣的感覺 然後它九層塔量真的是爆多了 所以如果你是那種很愛九層塔 像我一樣冷 這個你千萬不要錯過 一定要吃 而且我跟你講它超新鮮的只有30秒而已 這個好好吃耶 我好喜歡喔 它的那個酥啊 你看它這樣一層一層的 你真的吃得到它一層一層的口感 像什麼 像那種芋頭酥 然後千層的那種 月餅 對對對像我們吃千層這樣 對會一直掉去去的那一種 對 它不是那種煎到說 硬到焦香啊 然後說那個有脆皮的 不是那樣的酥 對我們平常在吃就是蔥抓餅的時候 有一些會比較難咬進去 可是它這很容易咬進去 是像我們剛剛說月餅那樣子 咬進去然後軟酥的感覺 然後吃進去那個中間啊 嘴巴裡面還有一點粉粉的感覺 真的跟你吃那種 芋頭酥啊 的那個餅皮啊很像 重點就是它那個九層塔的味道 整個就是炸裂出來這樣子 尤其是那個從皮一開始 就已經給你九層塔的味道 到裡面有九層塔 它新鮮的真的不一樣 跟你那種就是栽枕桶的 然後放在旁邊用一整天的 那個味道真的不一樣 我覺得這是必吃的店 我跟你講它的醬也是必吃的 第一個這個是辣醬 這個比較淺一點 它其實是類似像醬油膏 它自己有爆炒過 然後去做的醬這樣子 它的醬都是自己手工 我覺得他們家很厲害 就是說他們家九層以上的東西 都是自製的 然後什麼像這個 金桔檸檬裡面的金桔啊 也是他們老家自己種的 然後新鮮檸檬片這樣子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這個 對 好來吃一下這個醬給大家看 這個醬好吃啊 這個是沒有辣的 然後這邊比較紅一點的是有辣的 它這個醬啊 就是濃濃的蒜味 他說是它有炒過那個 蒜頭這樣子 所以很特別喔 跟我們一般的是醬油膏 然後直接裡面去拌那個蒜 打蒜融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不一樣 可是真的特別好吃 有一種融合過的感覺 更好吃更融合 你看喔它這兩種顏色喔 辣醬跟不辣醬也是差不多 可是那個辣醬啊真的有辣喔 對 因為我覺得是能吃一點辣可以接受 而且吃起來就哇好開心 我今天有吃到辣 就不敢吃辣了 你搞不好心裡會這樣想 然後它的那個辣啊 跟別人家的也都不太一樣啊 他們家的東西不知道為什麼都有一種 那種多款的 呃不是很 張揚的那一種 它就是愛愛內涵光那樣 它長的跟我們一般認知中的韭菜盒子 不太一樣 剛剛看到它生的時候啊 我覺得很像那種什麼口袋餅 因為它的餅皮又是有一點麥這樣子 它整個形狀我剛剛看起來 我覺得 我以為我看到什麼越南麵包之類的 就是法國麵包這樣子 來吃吃看好了 好 它也是一樣就是 它剛剛有小麥胚芽對不對 然後人家都說 喔 必點它這個 我就吃吃看 哇 它裡面的東西真的是也很爆多的耶 我先吃一口 我先吃一口 哇 怎麼吃啊 剛剛老闆有跟我們講說 因為他們每天吃這些東西嘛 所以注重健康 所以他們很多東西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我比較安心 我跟你講這一間店它很厲害 它這個麥啊 外面有點鹹酥鹹酥的 然後裡面的醬料炒得非常好吃 然後它裡面這樣屬於那種 不是很油的那種 可是吃起來很夠味耶 它裡面有炒醬料喔 看不出來耶 就是我剛剛就是在講說 它的醬料啊什麼這些事情就是 它的鹹味都是你從外表看 看不出來 可是實際上很夠味 然後你看它這樣子喔 白白的就是顏色沒有那麼深 對 可是吃起來其實吃得很夠味 好的 而且我跟你講一件事就是 它裡面的料啊 我直接把它皮都拿掉 料我也是可以讓很開心的吃完的那一種 很好吃的那種冬粉的感覺 秀太來吃啊 我自己已經下了一個結論 這兩個東西我都給90分 好好吃喔 心中超喜歡 它的皮啊 是薄的 非常的薄 然後所以它咬下去這樣 就是會有那種咔嚓一聲那種酥感 然後 可是後面就感覺不太到那個麵皮的存在 其實它麵皮非常的好吃 而且重點是啊 它的皮啊 都不會讓你吃到那種 油的感覺 油耗的感覺 對 非常的棒 它內餡也完全不油 然後你就只吃到滿滿的那種胡椒香 然後再來是它的冬粉啊 雖然說已經切成細了嘛 可是我們看到很多的韭菜和食裡面 它的冬粉是已經 會有點糊掉爛掉這樣 它的不會 它的是Q的 很好吃 然後吃下去它會鬆鬆的在你嘴巴 這樣子散開散開散開的感覺 你剛剛這樣講完 我就腦中就有一個畫面感 就是那種 升級的時候不是要燒洗然後散嗎 就是大家要散開那個 抓那個等句有沒有 它就有這種感覺在你嘴巴裡面散掉 我講一個比較誇張一點 就是說我覺得它在裡面會在那個 那個冬粉會在你嘴巴裡面跳來跳去 對 我是講的比較誇張一點 可是真的有這種感覺 好啦 不意外的它的紅茶也是好喝的 這是古早味紅茶 然後它說裡面是有絕名子的這樣子 那我覺得它的紅茶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一般喝古早味紅茶的時候 會有那一種 茶葉留下來的那一種感覺 這個渣的感覺 但它的弄得滿好的 而且我喜歡它裡面 紅茶有一點點那種酸香 好像是我喜歡的那種酸香 還滿順口的 然後也不會有什麼色味完全沒有 其實我覺得茶好不好 就是你喝完之後有沒有感覺到解渴 那就是如果有解口 就是好喝它非常的解渴真的 然後它這個是有甜的 甜度應該是調好的 可是呢我覺得甜度是還滿剛好 在我們不是那麼喜歡喝甜的人 也會覺得很可以 對然後喝完嘴巴不會黏黏的 我們來這一杯荊棘檸檬 那不用講就是它的東西都是自己來的 所以檸檬啊 然後荊棘就是老家種的這樣子 這個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喜歡 可是呢它就是很純粹的荊棘 然後跟檸檬 然後在裡面跟糖水去混合的味道這樣子 那我覺得其實它算是一個很溫和的 因為一般喝到荊棘檸檬很多會讓你酸到 這個梅頭都皺起來 它不會還就是呈現一個有酸 但是是溫和的 我覺得注重健康啊跟就是天然食材的人啊 會很喜歡這一杯 增點很可以 拜託讓它變成官度名店好不好 這已經變成我必吃口袋名單了 哇紅茶冰就是這種狀態是最好喝的 我剛剛問老闆啊 他說它這個紅茶都是 直接就是紅茶進去 然後沒有再加任何的冰塊或什麼 所以就是等它慢慢結冰慢慢結冰 慢慢啾啾啾啾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它就會變成這樣的狀態 所以它就是沒有另外再加冰了這樣子 會不會被稀釋掉 會不會被稀釋掉 他們從早上7點才晚上7點 我剛剛在想說 如果早餐就能夠吃到這個 我今天應該會就是非常的幸福 有一個非常好的開始這樣 滿足了一天 我們在路邊看到這個很懷念 我們剛剛想說是不是我們以前 因為我們以前是坐在石牌 然後就會在附近啊 然後看到這個車 然後就會買NG蛋糕去上班 我們捷運站買的 對對對 你知道這個蛋糕有一個故事 就是你知道 就是我們那時候音樂教室 有個不成文規定 就是誰交到了男女朋友 就要請吃蛋糕 嗯 然後 它非常的划算 然後真的是很好吃 所以我就買了 買了不知道一條兩條 然後就請大家 是我害的嗎 是你害的 哈哈哈 他們家很特殊的就是說 你買一個東西 然後你可以買NG蛋糕 然後NG蛋糕 無敵爆炸划算 這個是加購的 然後加購價這樣子就是一百塊 然後它竟然還有那種組合口味 就是他們有賣那種 就是它叫做一卷三吃 就是一條裡面有三個口味切給你這樣子 然後NG蛋糕也有出這樣子的種 超讚 我們剛剛其實在附近繞一繞 欸這車子不是 好像我們以前買的那個 車子相識這樣 對對對 然後想說欸 來賭一下來真的是 啊它這個就 剛好只有禮拜四在這邊擺這樣子 對 然後其他時間就在別的地方 對對對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稍微塞 掃一下菜單給大家看一下 要賣這些東西 有興趣自己按暫停 徵求過老闆同意 看看它裡面的東西 哇 哇 哇 其實北投站這邊都有這個椅子 這個應該是桌子 這個樣子 蠻舒適的 對啊 它可以這樣子 很大 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我剛才買了一盒這個 達克瓦茲 這個是正價品 對 我們先買達克瓦茲 然後你才可以加購買那個NG蛋糕 他們家這個叫做布雪 但就是外面你看到達克瓦茲 其實應該是類似的東西 我覺得好像看起來不太完全一樣 然後也是有三種口味這樣子 好啦 再吃這一個 這個是巧克力口味的 好啊 因為他說這個要冰冷凍才會更好吃 那我們其實吃一吃 我覺得稍微也沒那麼好吃 因為我覺得要冰在冷凍 不過它的巧克力 口味非常的好吃 對 巧克力是苦甜 我覺得是適中的 不會說太甜 然後也不是會太苦 小朋友也會喜歡的那一種 然後我覺得它的外層 就有一點點像台式馬卡龍 但是又更鬆軟一點 因為畢竟它比較厚 然後裡面有一個千層酥 這個就是那種拿破輪酥的東西 我覺得主要就是它這個 內層的這個餡 如果冰過之後 可能會有點像巧克力 不論你講錯了 應該是冰淇淋 冰過之後 會像冰淇淋一樣 它這個 梅果 它裡面的夾心應該是藍莓 然後也不會過甜的那一種 還不錯 NG蛋糕 我以前最喜歡吃這個 因為我喜歡划算 而且它的巧克力濃度 真的是還滿高的 對 這是它們最主打的商品 它說這個巧克力有72%的濃度 對 我以前很喜歡吃這一間 可是它土田算適中 對啊 濃度很高 但是不會過苦 然後也不會太甜 是一個非常舒服的甜度這樣子 然後而且這個東西 它其實你就是應該要把它冰冷凍庫 它就會有一點像那個奶凍卷這樣對不對 雖然它中間沒有奶凍 它會像冰淇淋一樣 好啦 稍微總結一下 邊吃邊講 我自己很喜歡淡水跟北投 因為它們就是可以騎著摩托車 然後到處悠悠閒 然後看到什麼都吃什麼 那我們北投啊 並不是說非常認真 就是找說哪一間一定要怎麼樣 就是 這個地方就是你要怎麼玩呢 就是 你就摩托車騎著 然後晃一晃一晃 就是走來走去 你看 好吃就給它吃一下 我覺得才能夠真正體會到 北投的樂趣 我自己是個人是這麼認為的 而且北投有很多小角落 會讓你有一種驚奇感 這樣秘境感 對 那你看像我們今天就又碰到 什麼餐車啊或什麼的 就很喜歡 然後 剛剛那些小店也都好吃 然後像我們剛剛吃那個 那個關渡的那個 切仔麵 我也是很喜歡吃那間店 只是每一次都吃不到啦 然後就給大家參考 因為我們很常拍北投 那你覺得 這間店感覺是你喜歡的 你就吃吃看這樣 我覺得重點是你 要有一個好的心情 來吃東西才會開心 我們今天先到這邊 大家掰掰 這個最基本的口味 沒想到吃下去會有一點點蜜香 它的香草還蠻好吃的 聲音樂 嗶